总统府发言人林赫明联合报器资料照片记者王洪顺摄影分享 总统蔡英文明天起初访南太平洋三友邦将过境美国 中国外交部今天呼吁美方不允许蔡总统过境 并为此向美提出严正交涉 总统府感谢美方依照舒适安全便利尊严原则安排过境事宜 中国外交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外媒提问是说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也是我们处理台湾对外交往问题时始终坚持的原则 针对蔡总统访问南太友邦计划过境美国 耿爽说真实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 不允许其过境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的和平稳定 耿爽并表示中方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的交涉 总统府发言人林贺明对此受访表示 总统率团出访太平洋友邦除了巩固维系邦役 也到前线为底线的外交人员打气加油 针对美方依照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的原则 安排总统这次出访分别过境夏威夷与管岛 总统府表示感谢 外交部发言人李献章说 美方同意蔡总统出访太平洋友邦前后 过境美国夏威夷及关岛并将寻安全便利舒适尊严原则处理过境安排 外交部表示感谢 李献章说台美关系一向兼职稳固 外交部预期这次过境能如同以往一样平顺 也希望这次出访让台湾参与各项国际事务及活动之空间 与权力能受到更多尊重 蔡总统28日将率团启程访问马少尔群岛 图瓦鲁及索罗门群岛三太平洋友邦 这次出访主题是永续南岛 携手共好 预计11月4日返底锅门 美方在依据舒适安全便利及尊严原则下 同意蔡总统出访期间过境美国夏威夷及关岛 过境日期分别为当地时间27日过境夏威夷 回程11月3日过境关岛 这是蔡总统就任以来 第三次出访 蔡总统去年6至7月出访巴拿马 巴拉圭去回程分别过境美国迈阿密 洛杉矶今年1月出访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 中美周四友邦去回程分别过境美国 休斯顿旧金山 北京方面对蔡总统这两次过境美国军表达不满 韩反对也曾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